海关总署今天已经发布了关于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公告 大家可以查阅 日本政府没有证明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没有证明排海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无害 没有证明监测方案的完善性和有效性 也没有同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辅导核污染水 属于无视国际公共利益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之举 日方所作所为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将伤痛延续给人类的子孙后代 成为生态环境破坏者和全球海洋环境的污染者 侵犯各国人民健康权发展权和环境权 违背自身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 日方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 同时也将自身置于国际被告席 必将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人民至上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感谢观看